一次学二十个你不熟悉的动词成语 What about going around to salish tonight? What about going around to salish tonight? Going around 到处跑 在这边就是去拜访 The chairman wave aside the objections 主席对所有的objection 就是反对意见 置之不理 Wave也可以当名词动词 海浪 或者用动词就是挥手 挥到一旁 用手一挥 挥到一边 不理你 The napkin or table blew away in the breeze Bleads就是和风啊 微风啊 这餐巾啊 餐巾纸啊 在餐桌上吃东西 外国都喜欢餐 餐巾纸啊 就是可以擦擦嘴巴 桌上的餐巾纸啊 被风吹走了 blow away 原型动词blow away 这边是过去是blow away 吹散了 吹走了 The teacher back away from criticizing the headmaster criticizing就是评论啊 批评啊 批评啊 批评headmaster 一般是讲校长 这老师不敢 不敢批评校长 back away 退缩啊 back 本身就支持啊 后退 辞性很多 back away 就是往后退 离开了 就是害怕退缩啊 不敢去批评校长 Anthony shy is the way from making any difficult decision Anthony呢 不敢做 shy 本来是害羞 害羞离开了 不敢 不敢做 from 这个等于是三个字 side away from 去做任何困难的决定 不敢做决定 shy是为害羞 不敢做决定 shy away you were lucky to come by such a fund 你很幸运啊 come by 得到 得到如此的一个新的发现 find 发现 发现新大陆 发现地球 发现美女 发现宝照 come by 就得到的意思啊 得到 come by 得到 each time the warrior try to stand is sink down 每一次啊 这个武士啊 都试着要站起来 但是大概就跌倒了 sink 原型动字 sink s-r-n-k 就是沉下去 沉到下面去啊 那这边是倒下来的意思啊 去沉到水里面 sink down 倒下了 on our way home mr brown looking on the patient 在回家路上 on our way home 回家路上 这个 doctor 也可以是医生啊 也可以是博士啊 brown 他去顺道去拜访一个病人啊 那这边一看 上下文一看 就不是博士了 是医生了 looking in looking on 顺道 探望 所以这些动词成语啊 不要去背 知道它的意思 包括动词啊 包括副词 甚至戒词啊 但有些不好了解 解释不太出来 也不要去死背啊 就多用 多用几次啊 所以 任何语言啊 第一个 用了解 了解可以增加记忆 第二个多使用 习惯成自然 切记死背 第一个死背 痛苦了要命 怀疑人生 对英文产生 副作用 然后 也记不久 也记不久 容易忘 我讨厌啊 在我上学的时候啊 我讨厌啊 我被强迫去啊 去上这个体育课啊 这playing sports 这个playing 这个字用的比较少见啊 一般是演奏乐器啊 但你可以说玩运动游戏啊 也可以啊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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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意思啊 这边是一个挤压啊 press 本身也是引发机的意思啊 就是press into 用力压 压进去 就强迫 强迫 I put my foot on the accelerator and the car shut off 啊 我把我的脚啊 放在油门 accelerator 本来是加速器的意思 就是油门嘛 啊 脚一踩一踩油门 汽车就 往前跑 踩的越重 跑的越快 那这个车呢 在把shut off off 就是离开的意思啊 shut shut off 冲出去了 离开了 shut好像这个子弹啊 射 用枪射击一样 跑的很快 像子弹一样 冲出去 the enemy attack but we fall back vigorously 啊 敌人来进攻我们 但是我们反击啊 Vigorous就是很强烈的 我们强烈的反击 fight back 原型动词fight 啊 所以动词啊 三太 现在是过去是 过去完成式 有时候三个呢 一个字 啊 大部分是 现在是一个字啊 过去是跟过去分加一D 有时候三个字都 呃 三个字都不一样 有时候三个字都一样 但是 现在是一个字啊 过去式跟过去分词 加一D 那有时候呢 过去式跟过去分词呢 有两种解法啊 一种是加一D 一种是其他的解法 所以这个 动词很麻烦的就两个东西啊 第一个就是极物动词 跟不极物动词 很复杂 啊 也很难理解的 外国人也不信 第二个就是他的 动词的三太啊 基本上规则啦 但是不规则的字也不少 在这个生意很忙的时候 加班 熬夜 have to 就是必须 不是有 have加一个to 就是they must 必须 而不是我有 什么东西 所以have 又可以当有的时候 是一般的动词啊 当初动词 have当初动词的时候 它就不是动词啊 帮助动词嘛 stay on 留下来 很晚 留下来待到很晚啊 继续工作 彼得会成功 provided provided 是提供啊 但是加ED 不是过去诗啊 当然provided 可以加过去诗啊 但是他这个讨厌啊 所以因为有时候加ING 加ED 它可以是另外一个字 这个字 一定要加ED provided 他不是provided加ED 变成过去诗或过去分词 而是ED本身就有一个字啊 当用在这个字的时候 他就一定要加ED 不能不加 就变成 连接词 那连接词怎么看啊 那后面可以加动词啊 前面已经有一个succeed 这怎么两个动词啊 因为连接词 可以连接两个动词 就假如 provided等于if 等于if 别人会成功啊 如果 假如 我们鞭策他 go就是拿 本来意思就是拿那个 拿棒子 铁棒 木棒 竹棒 去刺 刺那个牛马 让他走 让他往前走 所以就变成一个激励 鞭策 刺激的意思 Living room gives right onto the park Living room 就一般讲客厅啊 活动的空间啊 客厅 因为你卧室啊 睡觉 休息 出来到客厅 活动活动啊 看看电视啊 坐在沙发上 或者走来走去啊 客厅 针对着 公园 指向中 不好解释 gives gives onto在上面 给在上面 我们的客厅啊 给在上面 公园 这谁也不会解释啊 像这种 也不用去抢记 但也不好解释 就是多用几次 多用几次 慢慢就熟了 不要深蹲活跛 不要去去 像学生 gives onto 面对 gives onto 这样怎么办呢 就多念几次嘛 Living room gives right onto the park 或者自己练习造句 慢慢就被 all give onto 面对 Putting our faith in God we strike out to the north 就是呢 Putting our faith 就是我们对神啊 有信心 我们就往北方 往北走 军队要北方 可是没信心啊 后来 将官说 哦 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神是 站在我们这边的 strike 本来是打击啊 strike out 本身也是山震 但strike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敲钟 这边比如说比较接近敲钟 啊 终于敲了 我们敲钟啊 时间到了 我们出发了 就在离开啊 前进 We have no idea how to drive the stubborn man out 我们 have no idea 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啊 我们没有想法 不知道怎么办 如何去叫这个很顽固的人 说出实情 Draw这个字也是很麻烦啊 掏出手枪啊 平手啊 画画啊 草图啊 一大堆意思啊 最后就是拿出来 把这个顽固的人拿出来 拿什么东西 掏他的话 说出实情 当然 这边中文啊 就是根据这个句子 用在不同句子 这中文写法感觉不一样 反正原始解法就是拿出来 Well We will call over If we have time 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 我们就会来拜访一下call over 所以call这种字很麻烦啊 动词 后面各一大堆的借词 副词 各有不同的意思 像这种最麻烦的什么call 啊 这个一大堆这种简单的 所以越简单的字啊 它的变化越大 call over 拜访 Did God wave me through When he saw me Put on my ID Put on 就拿出来啊 这也是动词成语啊 但我们主要是讲Wave through 挥手示意 当我拿出来我的身份证件ID 就是identification的缩写啊 我的证明文件啊 这个所谓呢 就挥手说啊 你可以过去了 Wave就是 本来是海浪 也可以挥手 挥手 我的through是倾过 穿过 啊 挥挥手 你可以过去了 And that man brushed by He tried to touch my button 当这个男人呢 这个跟我插身而过的时候 他尝试呢 去碰我的屁股 那一个女的啊 一个男的经过他 故意蹭他啊 故意偷摸屁股 下流 Brush button是刷子啊 也可以用去刷过去 刷过去就变插身而过 Brush 插过去 I no choice but to put out with issue behavior 我没有 我没选择啊 我只能忍受啊 他这个很无理的一个态度啊 行为啊 他是我的长官嘛 他是我老板嘛 他是我老师嘛 他是我长辈嘛 没办法 put out with 这也很难解释啊 没办法解释 put out with 忍耐 忍受啊 所以动词成语大部分是两个字啊 有三个字啊 四个字还没有看过啊 这一集就到这里